要多做善事 好事 能够救济人的事情 要多做 这样我们的福就越继越多 享不完 遇到人有灾难的时候 特别是饥荒的年代 或者是灾难年 好像今年2008年 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灾难年 地震 天灾 还有人祸 瘟疫 事有发生 我们要遇到这些机会 要解浪相助 这样的人才真正懂得收复 真正有福报的人 他其实是知足的人 所以古人说知足第一夫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家都不是很富裕 我就不要提携亲戚 不要振制邻居朋友 我自己都搞不定 但是你要回头想一想 如果我能够再省一些 我能够少花费一些 那我就可以省出一些钱 帮助别人 这是什么呢 他知足 他对自己的生活 他满足 他不求享受 他能够尽心尽力去帮助人 这种人是第一夫 他的福报转转增盛 越来越殊盛 第三十六 是斗称需要公平 不可轻速重入 这一句是叫我们不要贪小便宜 特别是做生意 用一些斗 斗是粮 好像粮米 用斗 用称是粮 这些卖出来的产品 用称 我们要公平 这表示我们买卖公平 不要说 入得多出得少 贪小便宜 好像最近 我妈妈在广州 她有一个房子要买 买了出去 她当时委托一个中介 这个中介跟她介绍的买家 在谈价钱的时候 中介提出 可不可以把房价在买卖的时候 在报税的时候 报低一些 这样可以减税 他们说在国内常常有的事情 很自然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 那你想想 这些是否偷水流水 这些是否轻速重入 所以我们就坚决不肯 我们说一定要实报实交 我们要收少些钱 但是要跟买方说定 这个价钱是多少 我们要上报多少 按照实际成交价来交税 不可以低报 他真正懂得因果 我们知道 通过贪小便宜 得礼的东西 你能够得到 都是你命中注定有的 是你本来就有的福报 而你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的 反而减损了你的福报 所以这样很冤枉 我们偷税 漏税 赚来的钱 就算赚得来 我们不会因此而富起身 我们没有赚那些 没有贪那些便宜 不会因此而贫穷 那何必要做这些事情呢 所以真正明白因果的人 就不会轻速重任 贪小便宜 第三十出句 路痞代之宽恕 起疑秘责可及 如果家族大 有佣人 有工人 奴匹 对待他们 一定要宽恕 不可以苛刻 不可以求全责备 因为这些身份地位 比较卑贱的人 心量也比较小 很容易 就会生起这些怨恨 或者是如果受到委屈 甚至会尋短见 我们对待他们 要懂得 欢以待人 真正一个宽容的人 反而为他服务的人 都会甘心情愿 如果用太严厉的 苛刻的手段 要求人 他反而会起反叛的心 那你说何苦来呢 下面有两句 上面讲的是 财报师和无谓报师 下面两句就是法报师 人造经文 创修自愿 经文 包括余色道三家圣言的典籍 甚至可以包括一切善书 凡事有利于人 尽得修业 能够提升人灵性 提升人道德的善文字 我们多多去印族 去流通 宣扬圣言教育 这是功德无量 所以有人看到这些经文 可能因此改变他的人生观 你能度一个人 你说他的功德有多大 创修自愿 自愿尤其是指佛教的道场 佛教是佛堂的教育 自愿是教育的场所 所以自愿 古时候的自愿是做什么 他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翻译经典 霸佛经从泛文翻成中文 所以那些